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樣嗎 對 因為現在還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事情 這麼多 這也是 所以在四華前館 這是零分 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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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分 我們的力量很小 但是 大家怎麼套過什麼事情 慢慢我們去台灣社會 知道怎麼可以做這件事 你現在說的是 平等的部分 我想我們現在可以做這個 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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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族路 35號 開始 我想是這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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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政治 的事情 是政治改革 我如果說 我們可以開始相問 我好像有點槍怨 因為政治的事情 用文學來解 文學是把政治的事情 做一個 表現 或是說改革 或是做一些 不要 對 政治的東西 通常的 要是政治去建築 所以 我去年 說的不是很沉重 我今年 我 覺得沒有去年很沉重 我講的318 因為 昨年我講的時 現場 壓雀無聲 到差不多 突然間 差不多要想 說 我這個歷史 怎麼沉重到那個樣子 有沒有出路 那時候我就說 我回想 二八歷史 如果那個時候有FB就好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人真的不知道說 會贏 怎麼樣 哪會贏 我去縱觀那個例子 因為 西郎我看是 台灣人那時候 取得 在3月8日之前 是取得 掌握著台灣政治社會 極大的優勢 極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的軍力根本不足以撼動你一點點 所以你整個可以直接 直接做非常有利的判斷 可是錯是良機的 那個3月8號 那個3月9號 軍艦一上來 你整個槍桿子出政權 而且他殺人不詐 你的邏輯 你沒有槍 就是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在高雄期 這個清槍期間是 在那個十字路口 最熱鬧的地方叫西槍 在等你 我說在換 他就是加機槍在掃你 所以當中大家就 收開嘛 收開 大家也收開 走去那個 整個 那邊 就這樣 所以 我那時候 去年的那個時候 我在講 我是覺得 要說 還是只有那句話叫絕寫 但是我基本上 我個人來說 我是一個很膽小 雖然說我在西方 因為那時候很膽小 但是我在整理上 我是 我不敢說 我是一個很 很不死的動力 我是覺得 大家分工 分工 那有的人就很勇敢 像我在那3月1號的時候 我也實在 那時候 我也實在 那時候 我也實在 他們最勇敢 我那個陳雲林林來的時候 還是那個 對話來的時候 自己 把他抓人 抓不抓 抓背 抓什麼 那都我好朋友 我想就是說 要 要有一個典範 要有一些政策典範 那這個政策典範 會是誰 有可能是在座各位的 其中一位 其中一位 他會是一個政策典範 去突破將主 那個典範可能他做的事情 不是一下子就怎麼撼動 但是你很難 很像說 當你一個政策動作下去 他的下一步 有沒有會接幫 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那是頂於一個典範 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 成熟公民的時候 他覺得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是一個政治的行動 那你說文學 會不會也是政治行動的一種 我就是會死 但是鍋子風笑 比較麻煩 但是你說他有效 他也是有效 因為 因為 他是我們政策典範的靈魂 他是我們的靈魂 那我們為了要去 讓那個靈魂完整一點 那我們就要去 犧牲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你去讀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把那個東西寫出來 就是在那個 抗球場在倒下那一刻 他叫他兒子躲在他的 僵死的身體底下 那是非常動人的一刻 那我們沒有到那裡 就是為這麼多材料裡面 我們要把那個人建立一下 不要讓他把它放在台灣人的 什麼 太誇張了 讓我們台灣人的後來 知道 台灣人也有 沒有很得負的聯盟 不是像你們這樣說 你們台灣人 怕死嗎 怕死嗎 怕死要是要認出 這不是台灣人 應該有的樣子 這是何惡仁心理說的 不是何惡仁心理的講法 我不要接受 那台灣人還敢說出來 不是說 殖民者講什麼 我們就接受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作為工學家的責任 不是我不接受你 告訴我 台灣人是什麼 是 換成我告訴你台灣人是什麼 換成我告訴你台灣人應該是什麼 當然應該是什麼 這是我的分工 我就是要建立文化給人 的分工 不是說我要 把文化做成建立的工具 不是這樣 我去面對建立的什麼 但是 更多的人 他不是文學界的 他甚至不是學術界的 但是至少會覺醒 對不對 那可能會有政治運動 也有了嘛 從318以後已經開始很多人從政了嘛 對不對 很多人很多人 所以 我認為這就是一種觀點 大家要做出這個觀點 當 當 有一個機會 或是說 有一個 參謀的機會 你不敢 你不敢一路 我剛才說了嘛 有可能是一個特色的 有可能就是你 有可能是電機來通過 哲學星期五 你去關心嘛 到一天的時候 欸 你就 這個教練的電 講的電 其實會電 真的會電 我發現我連續兩年 講二八的題目 今年講的氣氛跟去年不一樣 我感覺整個社會的氣氛不一樣 而且我去年在鼓鼻的時候 大家講二八好像 有點怯懦啊 結果我現在這些學生 我們青年一代啊 都變成我們的導師了 你知道嗎 我來講 你們才是行動的導師 我也是做雀弄的 野百合的一代 你知道嗎 其實野百合那一代 我是 大家好 我們也野百合 我從野百合這代 當然我要看看 我也真的在那一分尺 對 就是一分國外 對 我想這代的青年 沒有 沒有什麼需要去唱歌 這代的事情 因為已經太久了 也太老了 因為我是有經理 對 沒有 我也沒有真的去唱歌 我就這樣 我就很懊懦 我也沒有去 機會參加野百合 野草年也沒有 那也沒有 318 但318我只能在旁邊看一下 有趣 對不對 你吃湯 我不是說 我這個年紀要卡在那裡 不是野百發生的時候 我就高二 所以我不是真的跳進去那邊 但是我很關心 很關心這樣 但是我對野百這代 他又隔離 我是有點批評的 我就學運動去搞隔離 結果今年318又在隔離 又化現 然後醫療通膛那些東西 其實是很危險 這個 這當然有一些哲學性的東西 但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在 今天的主要的題目了 其實是 那是運動當下的問題 所以 那我就不怕 但是又說 我還是回到那件事 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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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機會跟他的未來 可能還是更好 比野百這代好更好 不用擔心 我對野百這代 有一段的回憶 那一段的回憶 我也 稍微在那裡說 我不是說那麼多 那一段回憶 有的人是說得很民主 那裡面 分透異性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 比那個時代 我就知道 他沒有完的方式 那時候在學生社團 就分別人厲害了 這當初有 老師學運分子應該很清楚 那時候 全學運跟全學運 我還沒在 而且 有左統這一派的人 有比較親像台主這一派的人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的運動很忙 那當然 我們都要說 什麼才是一定是對 或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 進去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是怎樣 可以繼續嗎 可以繼續嗎 跟保健部而已 所以可以問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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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有什麼問題 廖老師嗎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 因為 我所謂是用台語書寫的 因為我回去 我有在關心這些 我有一些 很多東西 我知道 在看這些東西 很重要 其實是非常無聊 非常痛苦 我不知道 你專門為 你了解這些事情 專門為 台語的文學書寫的時候 你是不是 會為這些 你拿到這些所在 有的 又加你的 譬如說 你的觀點 還是 跟 學理法 是我正經的 安排 因為 如果 只 照那個 就算 用的 很無聊 我想你有教在他 便室 下去 我想說 在教的過程 我們可以了解說 你這部分 可能是 你自己 用 用想 或是 用 可能 加學 讓學分中 文學 去那 玩 或是 所有台語書寫 公開性 會比較高 真正 因為我是不太了解 在 每個這些 所在 前面 我們要 我們要 平所 如果我們要寫 是不是要考慮 一些 水 剛才過程 平所 這樣 要收集 或是 一個 可以 現場還有朋友 要問問 或是 整天的心點 沒有 我有小禮 來 老師 有 有 來 沒有 我要點名 好 朱淇琳的邊 又有福了 來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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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補完事 我 我先分享一個事情 所以 我經常說 我是外人 因為我是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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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記得 我們 因為雖然雖然 絕對 都不知道哪裡 其實我會聽 我們 跟我說一個事情 因為 半年不敢出門 他說 出去的時候 就是有 有親家 就是有人 四里路上 就是人子 走四里路上 那就是有一個 我印象這麼小 就是 你們都說一個事情 你們都知道 小槍嘛 他說 蟑螂很好吃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東西吃 所以 他說 蟑螂放在這裡 都要這麼香 對 你別人想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經歷的事情 我 我跟鄉純兄姐 告訴我 你要嗎 我請問你 我請問你現在 你的台語 用台語聲音好嗎 你是全無憾 還是 裡面有的 有的 我等你了解一下 謝謝 我再說一下 我再說一下 謝謝 我再說一下 因為我們在台語聲音好 我再說一下 我們在台語聲音好 我們在台語聲音好 本身 就像日語一樣 日本語的 裡面有漢字 也有片假音 但是我們的 台語的文字的書寫 就是說 有音就有字 這個字 台語現在是有兩種文字 一種叫做 羅馬字 一種就是漢字 我現在就是要問那個 那個 那個 胡老師 說他是 全都用漢字 聽者是漢羅 畢妙 因為台語的文字 粗解是全漢 全螺 還有一種漢羅 如果是全螺的話 就像我們1885年的那個 教會工法 你現在台語聖經 台語的聖經裡面 全部都是羅馬字 那現在 我們的教育部 有一個台語詞典 也是全部漢字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要提升台語文就是 用 目前就是最後的漢羅病 我不知道 胡老師這是漢李還是 羅馬以後 謝謝 我現在有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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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台灣 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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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狀行 我來考驗 這個 廟人事 這個 這個 古代曹 SO 這 對蕭書府下來說 對蕭書府下來說 這一定很多 我相信 這麼 地 삼那麼 以前개를隨意 Lal 檢養 這兩種 都是假 後現代的歷史學 他把歷史文本當作也是文學文本的一種 他也是虛構的 當然他大部分是符合統治者利益的虛構 那文學文本是出於作家良知的虛構 所以記得我們用虛構之間 當然他兩個相對有一個叫歷史真實的東西 那也數得精氣是什麼 這變成是一個 對教授用很難的事情 不是說歷史文本說的就是真實 他後現代的歷史學來說 歷史文本也是一種文本而已 文學的文本 他在什麼歷史文本 他也是一種歷史文本 這個觀念大家先建立起來之後 再來打文學 電腦你就會刪成最初遺就是 他會說文學到下的文學邊界 我才覺得真實的 你去看歷史文本就是真實的 教科書 他要讓你相信他是真實的 結果你看後來覺得他會假 你發生這些事情 因為最近還要靠工跟你學 你就是要讓教學更假了 所以我一定要給大家提醒這些事情 像我以前打平衡的時候 我耶穌老師都說的 國語都是飄飄小孩 那本生的死的你就不要把他送信就對了 我沒有人就是這樣 我知道我沒有得錯是不是 我沒有得錯 我沒有得錯 他就說你要知道真實的 他就說 你要知道真實的 我就跟你說真實的 你吃 對 這個 尤其對創作的人來說要拿捏 我相信學理以前很了不起 其實要一定程度上 他還是要忠於實施 一定程度上 但是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 社會背景 建立的合理性 建立背景的合理性 那個 前提 那個假設 對研修創作的人來說很重要 這是 你如果想不到 你讓他笑 讓他笑 別人說意見 譬如說 立平那些 本時代愛他愛他出現 出現手機 我當時機械很欺負 智慧你把他標靠 說你就是穿越去 不然你會擁有那個人 怎麼這麼多電話 你會說很假 很假 那你 那就是語境上不對 就是說 他那個合理性 是基於那個時代的共識語境 我現在這樣說 是專業的 共識語境 什麼叫共識語境 就是說你現在走出去 說 叫人家老婆 叫玉川東街 這在整個 台中人 這個時代的台中人的想像 裡面絕對是這樣 絕對就是民族路往那邊走 會遇到 綠川東街的 你怎麼會 往這邊走 奇怪 遇到稻田 那這樣子 那個共識語境 就是你不用想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那種共識語境 是絕對不要去違背他 盡可能就要去違背他 那他會塑造出一種真實感 哪有一個真實感 所以那個文化裡面的真實 是那個共識語境的真實 那個民衆的真實 譬如說我在生意外的時候 說那邊有唱歌的主人 我如果像說 我如果像說 沒有在那個古書歷史裡面 有那個 特地的這種描述 我是不敢寫的 這個不敢寫的 我如果這種會變成這種造謠 好像說我特別把 某一種人群的惡把他寫得太醜化 所以他有一個良知在 在作家的心裡面 有一個例子 在作家的心裡面 有一個例子 你這個 你不能超越那個 你超越那個 你跟說你在抹黑那一群人 所以那個東西 我跟你說的是 我生意外的東西 你會覺得很妖怪的部分 一定就是這麼妖怪 但是你說有沒有假的部分 有啦 你比如說我 他 那小說是一種轉譽 所謂轉譽就是 以這個人來代替全部 所以我會挑一個人來寫 那哪有這個人 只要我去塑造這個人 用他來代替這個時代 那這個理論說我是假的 那你也可以說我是假的 但是 這也是真的 因為 我只是找一個代表 過境遷返 我只是寫那片帆 我只講到帆 那個帆布 我不用講船 我不用講一整艘船 那是用轉譽帆 我把那個簽帆裡面的那一帆寫出來 把那一艘船寫出來 大家就知道 大概一千艘船 像這個樣子 譬如說 我在那個人力社會裡面 我下一個人力社會的感覺 那個是假的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 可是你讀完 每一個人都告訴我 這是真的 每一個人都說 我沒有做這個時代 你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那作家就成功 這就是 我在說 在那個文化學書的辯證裡面 我這個共識語經跟歷史語經的共識 歷史語經是假的 它是挑 一百個人 挑一個人出來寫的 你挑不到這個人的時候 你還加油添醋 或者說無中生有 那個歷史 歷史的歷史語言 種得那個歷史的敘事 種得那個歷史語言的敘事 那個是假的 那在敘事過程 用那個橫的共識語言 大時代 大輩子 大社會 大政治的這個東西 那個想像 跟使用的語言 這個是真的 在這個真的上面 去建議那個虛構 那讀者從道以後 他可以還原他的時代 這個是寫詩文學 主要取錯的情形 最後 說第一次也會搭 第二次在哪裡 那個 那種有些寶箱 有些甘蔗 我也不知道 我還不捨得到這裡 這就真的很恐怖 不過是很可憐 因為 你想像米 米就已經七十萬塊了 這很恐怖 另外就是 你老師在說的 用字的部分 我現在就是用 用狗勒 當然 其實我 沒有 漢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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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馬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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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白雄 啊我 我在那 我剛才說到這幾項 第六項 我剛才說出發 我剛才說到這台 大家六個時都沒有說過 對 其實我想 整個的這個 我們台地的運動 就是在 要去追求 更就是 1996年 巴塞文化宣明 這個 世界語言權利宣明的構念 就是說 各語主要取得 他可以 使用這個語言的權利 文化散播權 這些東西 所以 大家很多人在打招 反正就是林老師 這麼多的先輩都在這上面 我在反應給他 這個文化發展權 在詠字 在語言的文字化 包括我們 我們先走的就是 用文化 文化重蟲 前輩 團報 還有團報 傳播界 新聞界 一些 教育界的 還有民眾覺醒 還有正式爭取 我之前 之前讀了 就是在說這些事情 之前我去做的 被迫的台詞 所以 整個台語運動 包含台語文學運動 要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當然 對 很高的說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誠意 就是去認對導致 所以 我們的有些標準 跟那個 語言學家 或者說 台語文字化的 那個語言學者 標準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 短期目標 絕對就是要去訴求 那個 讀者 要快速進入 我寫的故事 所以 我的用字 包含 就是說漢羅 漢字的比例 用多高 或是 羅馬字的比例 用多高 用多少 我都會去聽 那個讀者的意見 我一開始去 譬如說 用一聲兩聲 那個 羅馬字 結果我就去 給他 給他 很多 讀者 很多讀者 讓我看 羅馬字太多 我讀了 我就 一分 我就讓羅馬字 輕輕 現在來 老實說 哇 羅馬字太多了 憲哥 你用這個字 我跳不出來 我心裡 我老實 你不要記 我就把那裡 有可能 比較撤不出來 海音 或是說 那漢字 什麼撤不出來 那大家 用多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像 hyperlong感 我認識 滴滴滴滴 那些比例像 hyperlong感 我認識 啊 那也有人很可愛 在台北的時候 有人說 這樣應該有多少比例 才好 你知道嗎 我認識我 當作我 肚子中佛塞 就變了 這 要不要人 多少 才剛好 有的時候 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現在不知道 如果有可能 要過十年 就知道了 就是說 有可能 經過十年以後 我們就差不多 聽到說 那個比例多少 台中在撤 很快 啊 所以 所以 哦 請多謝這個 人生的問題 我簡單過於是怎樣 我真採用的就是 我今本的這個比例 有很多人說 其實在撤很低 這是我很興奮的地方 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說 我不是 他都可以撤過 他快點可以撤 八聲 九聲 這樣 啊 這是對我來說 很大 就是說 因為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愛他遂到 獨家說 台語不愛不撤 不是 如果我撤到的 會員就是 醜醜有的人 醜醜撤 我又撤八聲 啊 我就覺得 很有情緒 他不知道是 說好聽 無謂的 啊 這個 剛剛回 你才弄我的 我比較像是西德 帶有點 後面再一個問題 我決定用國語講 就是 講的二二八聲事件的時候就會講到讓人家想到那個國族認同 特別是在轉型爭議這一個部分嘛 畢竟我們必須要認同就是我們現在是處於這個地方上的主人 所以我們才能切一個執行者對我們做的一些暴力 那以前就是我們要 因為現在已經是我們當家了 所以才去尋求一些補償措施 就是老師剛剛說到的國族認同 那我這邊會想到就是我們這個青年時代在過去 而我還沒30歲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青年時代 就過去在那些可不可以的知識 我們可能沒有遇到那麼 那麼受限的知識的 就是被包裝過的 那個傳達的時候 我們會對於二二八我們有自己的想像 當然可能現在的那個資訊越來越更發達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會很迷惘的 就是說我們是台灣人還是還是中國人 或者是怎麼樣怎樣的人 或者是大家可以搶成為就是 美國的第51顆還是52顆星星 甚至日本人等等之類的那種 然後想像 因為我們對於國家的這個概念會隨著世界拉長 你越來越來越 你沒辦法知道自己哪裡的情況下 你就不會去做出一些情動 假如說你會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別人的事情嗎 比如說228的人 我阿公阿嬤都死光光了 都怎麼知道他們那個時候是多麼辛苦 然後或者是我們知道說那個時候的文學 或者是那時候思想要那麼多麼的求顧 我們沒辦法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戰的迷惑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當然這一兩年來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越來越能夠理解到自己是台灣人嘛 沒有人會覺得自己以後還想到 然後如果我們要副新中國大陸也是 也很扯大 同一中國大陸 反過大陸是 這時候就講到前天我跟原住民朋友講的笑話 原住民說你們要學同一大陸 可是他的家是在台灣啊 這樣講不好笑 然後回到問題就是 今天主持人是不是想要用文學建立 就是帶給我們讀者建立一個對國家的想像 畢竟這個講這個 你都說到是有點政治意涵的問題 可是這個答案我就剛剛上一個問題就有講到 文學建立我們一般讀者對國家的想像 你才會有作為 即便是認同或者是積極的參與社會的活動等等 是否老師的那個文學創作有帶有這樣的理念呢 我這個問題是蠻尷尬的 如果20年前就不會打 就有點危險 不過其實 其實是這樣 你說有沒有人要建立一個國家的想像 我想有一句話嘛 就是一級的獨立就是國的獨立 其實 這個文章 他當然在寫 他是在寫的是屬於人的尊嚴是什麼 而且我還是回到這一點 我就說 我開始在寫文學的時候 我在寫的是社會的邊緣人 我一路從社會的邊緣人 一路寫到知識分子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國家裡面 如果說這塊土地上 從社會的邊緣人到知識分子 都是毫無尊嚴的科學 你如果說去觀察 我其實在我這個年紀以上的 也許你們這一看幸福一點 我們這個年紀以上的 年輕的時候唱那個 反共愛國歌曲 唱舊火團的歌曲 洗腦長大的這一檔 其實是恥辱的一檔 我在說是太大了 但是我常常覺得非常恥辱 但那個恥辱感 你要怎麼去回應它 你去做辦當年是個人的問題 我在寫來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只是一直在用我的方式 所以說各位的人 你如果去看過他的剪接 或者說甚至你已經賭光 你就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人 在找全自己的神聖 一個人在找出自己的薪水 人是什麼的 我到底是誰 這種問題 這種問題剛好 剛好是不能打開 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是誰 我應該要我哪有趣 我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 所有重要的文學家 都在回應這個問題 當然我也不得不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作為一個台灣的作家 作為台灣的 我們還是要來回應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你當你開始回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當你要作為一個人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 作為一個生物的人 應該是怎麼樣 人有一個生物的需求 你是不是生物的條件被滿足 一個社會人的需求沒有被滿足 他在社會 他有同彩 他有社會關係 他有情感 他有愛情 他有親戚 你作為一個社會人的條件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條件 居然剝奪你作為一個社會人的東西 有沒有 有的話 有問題 我們必須要提出那個問題 那在更高一層次 你作為一個自我實現的人 你的條件怎麼樣 當你跨到這個批方 從社會人到一個 一個可以自我實現這樣的人的時候 你中間遇到一個阻礙啊 你連國家都沒有 或是說你的 連國家的共同想像都沒有 你只要去稍微 稍微圖過外國文學 人家的文學裡面 那是怎麼樣的國家 怎樣保護他的人民的思想的自由 怎麼樣保護他的生命財產自由 怎麼樣 怎麼樣用他的制度在維護一個人的尊嚴 作為一個公益自由的存在這個地球 人家是怎樣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在探討人的時候 這個想像如果一缺房 那也不是人啊 所以 你的 那個名字 他會是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的出發點 你說我的出發點 有沒有想要去 建立一個國家的想像 當然有啦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主要目的 他只是附帶 他就會被帶出來 因為你在回應說 怎麼樣的人是一個有尊嚴的人的時候 你就會牽扯到 怎麼樣的人是對 國家的想像是有選擇的 我們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自由意志可以運作的 我們的權力不被剝奪 公益可以實行在這個土地 這件事情 條件 那這裡面會去侵涉到 大我的想像 從小我開始 你自然就會牽扯到大我的想像 所以 他背後就會有什麼東西 那當然你說 我的理念裡面 我的腦袋裡面 有沒有那個想像 當然有啊 當然有那個想像 那那個想像是什麼 在俗裡 那個想像 就是 我要成為一個 那個想像是先斬斷 炎黃子孫的神話 要先講 我先斬斷炎黃子孫跟龍德傳人的神話 好 我 我建議台灣人不要這樣想像 我建議台灣人做一個認同 認同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因為那個認同是可以選擇 不管說在座可能有 新來的後住民 我們說後住民 相對原住民 你更是 二八之後才來的後住民 演員關係 那認同是可以選擇的 在我的想像是認同是可以選擇的 當你開始認同的時候 他就會生根嘛 就會生根嘛 所以 我在裡面 其實是在處理認同論 那這認同論 背後就是我們說的論文 那要斬斷一些大果神話 炎黃子孫 那 我在他裡面的想像是 我們都是平舖的後藏 都是平舖的後藏 那這個也有根據 但這個已經不是今天的題目 所以已經不是今天的題目 但是他會找到那個認同的歸屬 然後你才突然就赫然發現說 我們的那個自我 不是建議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 給你的那個國家觀賣 他是在建議你 當你認同你自己 就是土地的主人 可能說他建議在你自己的生態想像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做出選擇 你要不要承受這個人 你要不要接受這個國家來統治你 你會很尖銳的去捧住這個人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